老铁们,我是保持哥 然后早上好 我们现在到了异都花鸟市场 然后现在还挺早的 应该是六点不到吧 因为上次出的比较晚 所以想今天稍微早一点过来 然后发现现在门口是这个状况 大家都在门外排队啊 门还没有开呢 今天是来早了 这边到底是几点钟开门 应该可能是六点左右才开门 所以可能还差点时间啊 还差点时间 不对啊,里面开了吗 他们怎么都在外面等着呢 而且都在外面摆着呢 啥意思 嗯,门还没有开 星期六要到六点半开 所以他们好多就在外面先摆着 这倒是我第一次在苏州 看他们在户外摆摊的场景 其实这个点在文庙那边 应该有摆摊的人了 这有些盖子啊 好几个不一样的那种盖子 还有一些 这个还都是老货为主啊 还是可以的 待会我们溜一圈看一下 门口还挺多人围着 还没开门都在门口交易 然后在这个摊摊先买一个那种 明代镇德海螺的碗 外面是海马围 里面是海螺 有一条 其实这个冲还比较那个浅 所以金又贤 这些小薄米 其他应该没有啥 还是挺完整的 行吧,拿这个包着吧 包一下吧 包包一下吧 小盘子带着帅了 盘就开个张,买点小东西 先开张 这边还有好多卖这种锁啊挂件啊 虫器杂像的都有啊 两个七盒 一点小瓷器 小人书折帅 啥都有 现在人也越来越多了 怎么今天开这么晚的门 好像就是交流会 上次交流会的时候 才是六点以前开 平时它还是开得晚的 还是六点半准时开 所以要比较晚 但今天人还是挺多的 苏州第一百货商店 这当时还有电报报号呢 这个 还是挺好的一个历史遗物 大门刚刚打开 我就顺着往里面走 因为它在地下室 在地下移植 大家都往下面走 然后这边上次也给大家介绍了 它是在每个月的第二个周末有大的交流会 但今天算是月末 也就是一般的一个月末的地摊 但是今天主要是冲着交流 房交会在一起来的 所以这是顺带也过来转一下 如果没有房交会的话 也不会特意这个周末好了 还是熟悉的柜台 还是熟悉的餐位 还是熟悉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这里面苏州还是以池器为主的 以池器和杂像为主 然后这里面有些粉彩植青花的 那种小盘子 有几个都还不错 就是都铲了一点看着 这里有一个老者豹鱼土 当时一个商标定制盘 是一个什么游航 上海很想游航 这还是可以学习一下 当时那种商标点子 还非常有意思 这个博谷的小桌罐 博谷小桌罐 这个人物的盘子 其他都不对 其他都不对 包括这种罐子都不对 学习一下 绿的东西说买个这种罐子 民国的一个盆彩 苹果绿开窗花卉的一个罐 那就是价格合适 民国人物的西瓜罐 人物的西瓜罐 这种人物的西瓜罐还是比较少 一般是那种瓶子 冬瓜罐多一点 西瓜罐还是比较少 对吧 这边地摊区都陆陆续续摆上了 咱们赶紧来挑一挑 来挑一挑 捡漏 挑一挑 看看有没有漏 东西太多了 不知道出河找起 我们就随机的转吧 开启抢货模式 在这买了一个水仙盆 一个民国苗筋斯文的水仙盆 这个品质还是比较高的 民国苗筋斯文的水仙盆 非常精巧的一件 很早碰的 起码这个包一下 这个包起来 你把那个瓶子给我看一下 在这个台湾上面买了一些 现在人气很旺 非常非常旺 餐围东西也多 人也多 我还买了一个这个浪一下 他买了一个这个山水盘 买了一个山水盘 买了这两个东西 买了这两个东西 这个摊上面有些不少的电话 这个摊上面有些不少的电话 这里有一个广彩人物的盒 广彩人物的盒 然后买了碗碗 这里有些外销池 然后这里有一个有一个这个青花 苗金小狗花鸟族的一个大本 一个外销池 然后跟老板再谈一谈 老板要三千多 底下有点小金柚 东西还比较好看 我跟老板磨叽了半天 老板才同意浪 本来要三千八的 稍微小浪了一点 拿下主要是自己还比较喜欢 尺寸也比较大 画片也比较好 老板小浪一点三千多买了 到这里又看了一个笔筒 青花花鸟的笔筒 大笔筒 晚清的 拿来玩一玩 这鸟画的差一笔 画的好一点 那倒是 对吧 这里还有些民国的盘子 还有一个这种联纹盘 晚清民国的 然后这个是淘了一个这个 这个还比较有意思 一把茶壶啊 一把茶壶 山水人物的茶壶 还比较漂亮 包起来 其实我们看的这个很多摊位上面 还有很多是蛮好的石器 就是因为价格问题啊 所以没有考虑 然后这边有一个不错的盖锅啊 民国隆文的盖锅 刚才在那个市场里面赚了有两个小时啊 然后收获还是有不少的 然后我们先带回酒店先休息一下啊 给大家看一下 放了一桌了 有些刚才给大家已经拍了视频啊 有些没来得及拍 就给大家再补拍一下啊 这种帽筒 大盘子 两个粥罐 三个粥罐 还有这种碗 吸入的这种青花山水罐 这种湿纹的水箱盆 都是好物件啊 都自己都自己喜欢的 淘一淘我来玩 这里还有一些盖盒 这山水盘 来一次不容易啊 就尽量是多淘点物件 然后呢 大家也持续关注我们啊 之前一个东西 就像是多淘 Heart